放下世上的工作来参加领恩会 有的是特别请假来 所以我们求主能够纪念我们 祂祝福给我们大家 今天下午的祷告会 我想用诗念妇人 给我们大家互相勉励 我们在教会中常常看到很多 爱神爱人的一些姐妹 这个圣经里面也有很多这方面 非常好的一些例子 像这个内王时代的撒勒华寡妇 失恋妇人都是相当好的一些例子 这个撒勒华寡妇啊 这是外邦女子 但是因为她爱心接待先知 所以神让她跟她的儿子有用不完的面跟有 而这个寡妇的儿子死了 后来以利亚为她祷告又活过来 那这个诗念妇人同样圣经没有讲她到底叫什么名字 她跟这个撒勒华寡妇不一样的 这个妇人是一个大妇人家 她是以色列人 虽然当时的以色列很多的百姓国王都离开神拜无相了 那时我们看到这个妇人有非常好的信仰 非常好的美德 但是却留下非常美好的信德的榜样 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第四章 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第四章第八节 《列王记》下第四章第八节 《列王记》下第四章第八节 说有一天啊 以利沙主到书念 在那里有一个大妇的妇人 强留她吃饭 主后以利沙每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 第九节 母人对丈夫说啊 我看吃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 是圣洁的神人 第十节 第十节 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 在其中安放床踏 桌子礼制登台 她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 所以讲到说这个妇人 她是一个敬畏神 也非常爱人的一个妇人 其实这个书念 本来曾经有一些战争 有名的战争在那里 但是不是因为那个战争得名处 而是因为这个妇人 所以这个地方就有名了 她说这个妇人她是一个大妇人家 她家里非常富足 但是她常常看到说这个以利沙先知 从他们那边经过 所以她说这是一个圣洁的神人 神人就是在服事神为神所用的人 是替神工作来传达信息给百姓的人 我们刚刚谈到说当时代很多人都离开神 他说这个妇人她知道要敬畏神 热心拜神 但这圣洁的妇人 她知道她必须要尊敬神 而她也对这个人看得非常清楚 她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忠心的神的神人 是一个圣洁的神人 而这个要有属灵的智慧啊才能够分辨清楚 她说要看人啊有时候不太容易 你有属灵的眼光在看人 跟不是有属灵的眼光看人啊 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所以因为她是属神的人啊敬畏神 所以她分辨 这个是很忠心在服侍神的神的功能 所以她就啊热心来接待这个神人 强留她说你来到我这里啦 你一定要接受我的招待 到我们家来吃饭 她说以丽莎以后如果经过那里的时候 就到他们家去吃饭 这个跟信列那个丽蒂亚一样啊 丽蒂亚一信主说 你如果认为我是真信主的你就要到我们家来 所以硬着把这个暴露跟一行人啊 就带到他们家来在他们自己待 啊后来她又跟她的先生讲 跟她掌呼商量啊 她说这个是一个圣洁的神人 常常在各地方啊来关心百姓 啊我们啊为她在这个墙角的地方啊 为她盖一座楼 啊里面啊放一些她需用的东西 啊放一张床 放床 放桌子 椅子 灯台 啊这个都是先主啊来到那里可以在那边休息 啊桌子 椅子 灯台啊可以在那边研究圣经啊 啊这真的是对一个神人啊 啊最贴切 最实用的东西 啊虽然很简单的一个地方啊 但是对神人来讲非常的实用 啊不必堆很多东西啊没有必要的 啊所以以丽莎一经过那里啊就到这个 啊楼上啊在那边休息 他有时候以丽莎常常都带着 仆人啊基阿西跟他一起同行 那时候我们看到说这个妇人啊 啊在他很有爱心啊很会接待 啊思想很做到 而且啊她很尊重她的丈夫 啊要做什么事情跟她的丈夫商量 啊然后再去做 啊后来以丽莎先知知道说 哇人家为我们啊设想这么做到 啊替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啊那我们怎么来帮助她 或者是到底她有什么需要我们关心的事情 啊你对王啊对这个大元帅啊 啊你对王啊对这个大元帅啊 你有没有什么要求的事情 啊这个妇人啊非常的足足啊 她说我在这里啊非常的平安无事 就是我没有什么需求 事实上她先生年纪大啦 啊她也没有孩子 啊在一般的人觉得说啊 没有孩子是一种羞耻 这是对犹太人来讲 啊那时候她自己也感到很自在没有关系啊 啊对人啊人人都好 啊对君王也没有什么要求的事情 啊我们看到她啊有一种诸主的心 啊主就纯粹的爱心的付出 她不需要人家给什么给她什么报仇 啊圣经里面说啊一个人能够知足啊 这就是罪富有罪大力 啊人常常啊会产生贪心啊就是因为不足足 啊觉得住几的不够才会想要 啊但是这个是神所不许悦的 啊事实上神给我们啊都给我们用 啊不是我们的东西啊也不要去想要都要或者都争取 啊所以圣经里面说啊这个贪爱钱才是万恶之根 啊一个人啊如果能够知足的话啊这才是最富有的 啊神给我们的赏识啊就满足啦常常充满着感恩 啊像保罗说啊我学会啦怎样处丰富怎样处别贱 啊谁是谁在啊都能够得了秘诀 啊所以这种诅主的心啊真的是非常宝贵 啊后来以丽莎就想啦到底他们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 啊既然得到他们这样多的那个爱心的接待 啊总是希望啊能够回馈他们 啊后来那个基哈西就说啊他们家就是少了孩子 啊他的先生也老迈啦年纪大啦但是这个家庭里面没有孩子就缺少一点生气 后来以丽莎就叫这个妇人来 然后她就站在门口 以丽莎说啊到明年这个时候啊啊你要抱一个孩子 啊他说神人啊你不要骗我啦 啊结果到了第二年啊这个妇人啊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 啊按照神人给她的祝福啊啊神是给她一个儿子 他说我们看到说啊这是接待的一种赏识 啊圣经里面说不可以忘记啊用爱心接待课的 你爱心接待一人就得一人的赏识 你接待先知就得先知的赏识 你就是一杯凉水给小子里面最小的一个喝也不能够不得赏识 啊所以接待是一种福分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啊我们不可以忘记啊用爱心接待课的 啊以前啊有人啊接待课里啊不知不觉当中啊就接待了神的死者 啊当然那个就是主持亚伯拉罕 啊他看到三个客人啊在他的家门口出现 啊他跑过去啊不在地上说你们既然来到这里啊就要接受我的接待 啊然后这三个客人说好啊照着你所讲的去做吧 啊然后这三个客人就杀了一头牛 准备了很多的食物啊让三个客人在那边吃他在旁边服侍他们 后来不知不觉说这原来三个客人啊就是神跟两个天使 啊所以圣经就用这个例子啊告诉我们 接待啊不知不觉当中啊接待了神的死者 啊这个无问真大 啊撒勒瓦的寡妇这代先知以利亚 啊让他的油面用不完让他们度过漫长的饥荒 啊他的儿子死了先知为他祷告又活过来 啊这个苏联妇人同样遇到类似的情形 啊列王记下四章十八章 啊列王记下四章十八章 第二王记下四章十八章 第二王记下四章十八章 报器,不能报器交给他母亲,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到了中午的时候就死了。 这个孩子很活泼,他突然间喊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 这个爸爸就说,把他抱给母亲啦。 这个他在母亲的膝盖,母亲抱去以后,到了中午,孩子突然就不晓得什么原因,就死掉啦。 没有孩子的时候啊,他也不会觉得什么,但是有了孩子,有一些爱心都付诸在孩子身上。 当然这个孩子带给这个家庭啊,有很多很多的乐趣。 但是突然间这个孩子又死掉啦,这对这个家庭来讲啊,这个是相当大的一种打击。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妈妈很坚强,又很有信心。 而她没有跟爸爸讲啊,她没有又哭又闹,也没有怨听尤人。 她说把这个孩子啊,就抱到那个神人啊,这个是休息的床上。 然后把他把门关上。 她叫他的丈夫说,叫一个仆人赶快牵着礼。 她说他要赶快去见神人。 然后她说,我会去看到神人的那些。 她说,那她说,今天也不是安息日,也不是夜兽节奇啊,你跑去见神人做什么。 然后她说,平安无事。她就没有把这个忧伤的事情啊,让她的先生烦恼。 一论她知道说,你就是告诉先生主是让他更着急啊,他也没有办法处理这个事情。 她觉得说,现在最危急最需要的就是找神人,求神人来为他们祷告。 因为她知道说,神人有神的同在啊,所以这是她对神的信心啊,她知道说,一定要依靠神。 虽然自己的能力不够啊,还是要靠神人来帮她祷告。 所以她就叫仆人说,赶快赶离啊,要赶快去见这个神人。 她说,以利沙远远地就看到这个妇人来了。 她叫基亚西说,你去问她,到底平安不平安,她的孩子平安不平安。 而如果她跑,她就跑到神人那里。 她就很伤心地对神人说啊,我什么时候给你求过孩子啊。 啊,我不是啊,我不是说你不要欺骗我吗。 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你虽然让我得到了一个孩子。 但是这个孩子现在又不见啦,现在又离世啦。 让她感到非常的难过,非常的伤心。 啊,先知就叫那个基亚西说,你先拿个拐杖去,放在孩子的身上。 啊,这个妇人说啊,我绝对不离开你啊。 他知道说,唯有这个先知神人啊,他能够帮助她。 she knew that only the man of God can help her。 行警的要求神人啊,能够帮助她。 所以后来,以利沙先知就跟她去了。 and so Elisha went with her. 以利沙进到房子里面,她自己一个人跟孩子在里面。 and so Elisha went into the room with just Elisha and the boy. 啊,然后扶在这个孩子的身上。 and then he covered himself. so让这个孩子体温慢慢的温和起来。 啊,然后这个孩子打了七个喷嚏, 然后就活过来了。 he covered the child with his own body, and then the boy began to recover, and then he resurrected. 啊,然后他把这个孩子再交给他的母亲。 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妇人啊,她真的是很有信心啊。 啊,能够专心啊,依靠神。 啊,能够借着先知啊,向神祷告啊,让儿子能够重新得到复佛。 she believed that the prophet can pray to God, and her son may be raised from the dead. 他说我们知道说啊,在这个以色列人啊,很多人都离开神的时候。 so in this period in the kingdom of Israel, many people have left God. 但是藉着这个妇人来见证啊,天上的真神是又真又佛的神。 but from this story to prove that the God we worship is the mighty God. 啊,来见证说啊,这位神才是生命的主宰。 啊,才是我们万福的源头。 啊,能够把又真又佛的神啊,啊,向众人啊,这样来显明出来。 啊,这个妇人啊,能够做出美好的见证。 啊,让众人能够看到神的大能,看到神的作为。 啊,这个妇人本身的爱心,还有她的信心啊,真的是足得我们学习。 啊,我们的神是又真又佛的神,是生命的主宰。 啊,他要把各样的福分试给我们。 啊,但是我们要用信心啊,来承受神的福分。 所以我们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啊,你要领受神的祝福,第一个就是要有信心。 说没有信心啊,我们人就没有办法从神那里得到什么。 啊,我们存着信心啊,能到神面前说,神的恩典就要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 啊,所以我们凭着信心啊,奉主的名向主祷告。 啊,所以无论你求什么,主耶稣都要应许。 他说我们现在就来祷告。 啊,愿主耶稣束给我们大家。 要求圣灵,求恩典的都可以到前面来。 啊,我们特别为今天晚上的福祷会。 啊,明天后天两天的灵恩会来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啊,大大师恩祝福我们大家。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